有一次老师做出到了一盒饼干请我们吃 大家都觉得饼干真是太好吃了 有些我们开始去思考 为什么这家烘焙房能够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 但却没有人收莱的存在 可纳尔烘焙房里面一些环境或摆设 都跟我们之前去乘訪过的玛丽雅基金会的玛丽门门面包方 有一些相当大的差异 不管是环境或者是摆设甚至是气氛等等 都不太一样 关于环境里面的硬体瘦石 我们继续有办法帮可纳尔有多大的改善 但是淡季也就是所谓的平常日 几乎可纳尔就是没有生意 于是我们开始去思考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要是我们可以把可纳尔推荐给一些知名的人士 请他们帮可纳尔做宣传 可以自己帮可纳尔制作一些宣传单 让他们发送出去 我们可以揪团去帮可纳尔叫卖 增加他们的收入 也可以就是把可纳尔推荐给学校 作为校外此教学的地点 我们想要带给资源班的同学 不同的儿童节庆祝方式 手套 帽子 工作备心样样不能少 这群学生进到烘焙方 首先体验的是简单的饼干制作 看你要先做哪一个 好 开始压 用力 很棒耶 好 两只手拿起来 好 欢迎他们就是平常比较少 可以有机会出来参加这些活动 那今天当然也很感谢 很大烘焙方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儿童节 看似简单的动作 对于他们来说动作有些生疏 经过现场耐心教导 办成品也完成了 其实分享不单单只是把一件事情说出去而已 在过程当中 你也会把你做这件事情的精神传达给他人知道 所以不要害怕去分享你想要做的事情 有时候分享会带来意识不到的结果 哇 分享这件事情可以得到十万块耶 真是太棒了 于是后来我们就把这十万块拿去赞助我们小吃街里的童馨这件活动 很多这种资源班的小朋友还是索斯特教班的小朋友过来这边的时候 看到他们这么开心的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除了读书除了在学校之外还能够到这边来做实习 那会觉得说很感动这样子的小朋友 他其实能够做到更多的事情 然后能够学习到更多的事情 只是他没有这个机会 那我们是一个公益团体 但是我们却可以给其他人一个帮助一个回馈 就觉得其实很有成就感 DFC is amazing 不要忘记自己拥有ICAN的力量